真是没想到 这样做的土豆饼竟然这么好吃 外脆里软真的太香了 一出锅孩子就连吃了好几个 首先把去皮的土豆切成薄片 然后放入蒸锅中 大火蒸15分钟 蒸好后装入碗中 把土豆压成泥 我都连续分享了几百道家常美食了 一直还没有得到您的小红心 这个视频就帮我点一个吧 非常的感谢 然后放入切好的胡萝卜丁 午餐肉 小葱花 调味加一勺食盐 少许松鲜鲜 一点点的五香粉 再加入两大勺的面粉 先用筷子搅成这样的面絮状 再下手揉成一个不软不硬的面团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接下来手上抹少许食用油防粘 再抓起来一小块的面团 整理成一个丸子大小的形状 再轻轻地按扁 接下来平底锅用刷子刷上食用油 然后依次放入土豆饼 中间要留一点缝隙 防止粘连 全程小火慢慢地煎 大概煎至两分钟左右 再给它翻一个面 火切剂一定不能开得太大 要不然外皮煎糊了 里面还不熟 煎这种小饼 不要勤翻面 使其受热更加的均匀 最后煎至两面金黄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土豆饼 外酥里糯真的太香了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 做给你家孩子尝尝吧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